美极摄影师镜头下1983年的北京街景,一场大雨过后在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的游客,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车辆很少,显得冷清,远处进出天安门的游客却落意不绝。 美极摄影师镜头下1983年的北京街景,下雨天北京街景一角,远处的路边是311站台和等车的乘客,旁边的建筑是一家叫警员饭馆的饭店。 美极摄影师镜头下1983年的北京街景,北京站广场上的旅客和路人,北京站,位于东城区加班虎同甲13号,北京站是建于清光旭27年1901年,原置位于正阳门瓮城东侧,建成于清光旭29年,1903年,就趁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。 历史上曾演用前门站,北京站,北平站,北平东站,新城站等站名。 1949年9月30日改称北京站。 美极摄影师镜头下1983年的北京街景,马路上骑自行车的行人和一辆无轨电车,现得整条路很顺畅,不像现在走到哪都会出现交通拥堵。 美极摄影师镜头下1983年的北京街景,平安里站台等车的乘客,在两个骑自行车的行人,身后一辆电车,正在缓缓靠站。 美极摄影师镜头下1983年的北京街景,街道上的无轨电车和骑自行车的行人,路边的广告牌上有飞跃牌电视机几个字。 飞跃牌是上海著名的电视机场,不知道在何时销声匿迹了。 美极摄影师镜头下1983年的北京街景,十字交通路口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,一位穿着白色制服的交警站在路中间的港亭指挥着交通。 美极摄影师镜头下1983年的北京街景,摄影师站在天桥上拍,下的某条路的交通,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电车以外机动车真的很少,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。 美极摄影师镜头下1983年的北京街景,一辆正在转弯了无轨电车,更多正能量资讯,敬请关注我的头条号历史正式,欢迎留言点评点赞。 色录音评点赞。